大家好 今天来看一下这个vivo X20 Plus 这个屏幕要比较大了 这个是屏幕摔坏了 这个之前换个组装品 看这个组装品 然后现在手机可以亮屏的 但是钱不花了 然后这里摔的比较差 这个屏幕原装的很贵 我们还是拿个组装品 但是我换的这个是品牌组装品 不是那种市面上比较垃圾的组装品 那种组装品换上个触摸是绝对不合适的 因为这个屏幕太大了 如果是换不好的话就触摸绝对不合适 使用都是问题 何况不用说打游戏了 好 我们接下来准备开始 这个手机经过一个小时的拯救 现在拯救过来了 换了个组装品 完美 这组装品看着挺舒服的 显示效果 还是挺OK的 X20 Plus这个屏幕是比较大的 组装品能做成这种效果很不错了 你只有品牌的时候可以拔动效果 然后就是换下来的旧的 它之前也是个组装品 完美 触摸显示效果都非常的OK OK 我测试一下触摸 触摸没问题 完美 你们要修手机的 有些手机组装品 颜色品很贵 但是你们要换组装品 我都给你们拿品牌的 品牌组装品它比那种 一般的 好用 触摸显示效果的比 好 这个就 结束了 双方的观众 感谢支持 好 我们再把模式的看一下 它顺便的贴带刚化模 4D还是挺亮的的屏幕 这是组装品 效果不错 修手机找预告 没毛病哦 旅行 家长市场 editing 支持明镜与悬展 特殊 眼花